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金宝 上世纪八十年代 红金宝曾是搅动香港电影格局的关键人物 他曾经创立了家宝 宝祥 宝盒 德宝四家电影公司 在邵氏 家和 新一城三国争霸阶段左右互搏 打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不夸张地说 那年头红金宝跺一跺脚 香港影坛也会震三震 先说一个故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一部叫《富贵列车》的贺岁片在香港开拍 这部片子可谓是众星云集 随便分分演员表 都是关芝林 钟振涛 沈殿霞这种级别的 因为参与其中的大腕多达四十多位 甚至直接导致了香港绝大部分电影片场停工 而有本事把这些大腕召集到一起的 正是红金宝 这个故事发生在香港动作电影最辉煌的时期 那时候 打开动作片市场的李小龙去世多年 红金宝带领的洪家班就成了动作电影的中流砥柱 这其中 红金宝自己就是块金字招牌 他出生武术世家 后来因为顽皮被家人送去梨园学习 在梨园里 红金宝结识了成龙 袁彪和袁华等师弟 这群人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七小福 红金宝在七小福里 既是大师兄 也是第一个去娱乐圈闯荡的 他刚出山的时候 不过十五六岁 很快他就闯出来了 因为能打 他和李小龙是不打不相识 有一年 李小龙回国到一个片场参观 红金宝恰好也在 当时他看到李小龙就说了句 听说你功夫很厉害 李小龙以为红金宝要切磋 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比划起来 结果还没等到红金宝出招 李小龙的脚就已经抬到红金宝脸上了 红金宝心服口服 只留下一句 确实厉害 佩服 其实能打的人很多 可像他这么胖还打这么灵活的 少 他拍电影和黄飞鸿的传人真打 过招后对方留下去 飞仔啊 我打了这么多年 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害怕的 就这么打着打着 全香港都知道 有个很能打的胖子 叫红金宝 那个年代的动作片 演员们都来真等 因为未知 所以精彩又刺激 福星高照里 红金宝出手又快又准 飞龙猛将里 他和圆镖成龙一起的那段打戏 也让人印象深刻 他嘴上说着别打 出手却比谁都快 即使后来 红金宝年岁已高 在电影里 他还是坚持真打 比如《杀破狼》 又或是《叶问力》 和《真子丹》那段精彩的 圆桌过招 都有种老当义壮的架势 为了贡献出最精彩的镜头 红金宝甚至是豁出命的 八十年代他拍《龙的心》 有一场爆破戏 他从八楼跳下去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还有和成龙一起拍的A计划 里面有一个经典镜头 是他和成龙默契双打 这一段打戏 观众看得爽了 可当时的片场 一直被紧张的氛围笼罩着 因为是真打 剧组怕出人命呢 就准备了救护车 在外面随时待命 而这些真刀真枪的画面 如今很少看到了 那个年代的演员 对作品总是抱着 极高的敬畏心 这也是经典之所以 成为经典的原因吧 就这样一步步细下来 红金宝成了 香港动作电影的灵魂人物 推动动作电影的发展 还只是红金宝 作为电影人的贡献之一 巅峰时期 他一句话 就能让无数大腕 放下手里的工作 为他的电影客串 这是因为 很多人的成长经历 都跟他有关 1952年1月7号 红金宝出生在一个 名门望族 小名三毛 爷爷奶奶辈 都是民国时 响当当的大人物 奶奶前四英 是中国第一代 功夫女星 不仅如此 红氏家族在香港 还拥有摄影场 声名显赫 风光无限 可是红金宝出生后 红氏家族 开始走下坡路 几岁时 红金宝爷爷奶奶 事业一落千丈 宣告破产 从云端掉落 失去万贯家财 唯一欣慰的是 多年经营的人脉资源 尚能为孙儿 红金宝的事业 牵线搭桥 于是 六岁的红金宝 就这样败入了 香港金剧大师 于湛元的门下 开始学武器 练一技之长 打小就皮 使他天生有领导才能 气场十足 又因着家里 跟于先生 是世交的关系 学院里 师兄弟们 喜欢喊他大师兄 红金宝在西院 度过了八年 最初两年 没少受师父教训 于先生对 红金宝的教育 甚至比其他人 还要严格得多 随着师弟 成龙 袁彪等人的到来 有一次 师父筹备 金剧剧目 七小福 便从他们中 选出了七位 上台表演 选了 袁龙 红金宝的一名 袁龙 成龙当时的一名 袁彪 袁奎 袁华 袁武 袁泰 七人担任主角 没想到 这次表演空前成功 台下票友们 反响热烈 七小福一炮而红 二后 七个师兄弟 干脆就成了特定组合 出师后的红金宝 凭借着敢打 真打 以及过硬的实力 很快在演艺圈 闯出一片天来 再加上 红金宝天生 性格豪放 喜欢结交天下豪杰 到处收览 龙虎武师 到七十年代末期 他正式创立 红家班 麾下猛将如云 成龙 袁彪 袁华 袁武 吴马 曾志伟 林正音 陈慧毅 刘家荣 韩英杰 中发 孟海 钱月生 董伟 狄威 倪欣 钱家乐 钱小豪 武林各方豪杰 影坛几代高手 都曾经为 红家班效力 整个八十年代 红家班 雄霸一方 执掌龙虎武师 之牛耳 就连入侵 电影的黑社会 也避之不及 此外 红金宝还以一己之力 发掘培养了 胡慧忠 杨子琼 罗夫洛 大导游家丽 西邪美智子 高丽红等大批打女 开辟了轰轰烈烈的 打女时代 以次 成龙和一帮兄弟 在外吃饭 被一帮黑社会包围了 其他兄弟都悄悄溜走 只有红金宝和他一起 打生打死 同命运 共进退 最后 成龙不得不掏出 两把手枪 亮出手榴弹 才成功退敌 那些年 大哥红金宝 带着师弟们 开疆拓土 为家和立下了汉马功劳 加上新议程的强势崛起 最初的对手邵氏 觉得电影更有前景 便把重心 转移到电视方面去 也至此开辟了 TVB的辉煌 1980年 28岁的红金宝和家和 合作开创了 宝和电影公司 并拍摄了鬼打鬼 一举取得当年票房冠军 也开创了 僵尸片的先河 林正英 后来将这一题材 发扬光大 那一年 师弟成龙 在家和的首部作品 《师弟出马》中 旗开得胜 随后带着他的成家班 去了好莱坞 一年后 29岁的红金宝 凭借败家子 获得的香港金像奖 历史上第一个 最佳动作设计奖 一时颇为风光 逐渐在圈内 有些大哥范儿了 因为红金宝左右逢源 手下有电影公司 资源丰富 加篇评出 捧红了一批 又一批的人 一时间 红家班人才忌计 袁彪 袁奎 袁华 林正英 曾志伟 吴马 邹兆龙等 都已能独当一面 加上他师弟成龙的成家班 撑起了动作片的半边天 可以说 红金宝的每一分钱 都是靠拼命赚的 于是 他开始了 有了及时行乐的思想 因为不知道 哪一天出意外 就不在了 有一次 红金宝在夜总会玩 为了一个女孩 跟另外几个人 打了起来 不曾想 女孩的男友 拿着玻璃瓶向他砸去 导致红金宝嘴唇 留下了疤痕 也是他花天酒地的佐证 当时红金宝和师弟 在人数不对称的情况下 还将对方头目 打趴在地 红家班兄弟赶来时 红金宝已经出来了 只是嘴唇上的伤 一直伴随着他 那几年 红金宝在外面的 小打小闹的桃色绯闻 多半逢场作戏 直到遇到高丽红 一切发生了变化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十来年的时间里 是红家班最得意的时光 红金宝更是编剧 导演 演员三位一体全才 成为九十年代 香港电影票房扛霸子 红金宝 成龙 袁彪 铁三角的三兄弟 更是成为炙手可热的 功夫明星 武打片的票房保证 1984年 香港小写冠军高丽红 是一名中澳混血儿 五官深邃 相貌出众 是难得一遇的美人 红金宝比高丽红 大了足足十三岁 这样的美人 红金宝自然不会放过 在1987年到1991年间 红金宝的六部电影里 都有高丽红的美丽倩影 高丽红跟其他港姐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她粤语不好 也对进入无线电视台 没有兴趣 在看到了武打片的前景 一心想成为 新一代功夫女星 便拜红金宝为师 成为女徒弟的身份 红金宝和高丽红 朝夕相处 日久生情 红金宝更是忘记 自己已婚身份 面对高丽红的迷人的身姿 动情的眼眸 她毫无招架之力 于是展开了一场追求 大哥大红金宝的人生哲学里 就没有红女人三个字 只要她想要个女友 演艺圈多的是 想飞到她身边 讨要好处的花花蝴蝶 红金宝为了追求高丽红 做了以前她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比如给她做早餐吃 泡咖啡 讲笑话逗她开心 从操汉的大哥 活脱脱成了个情圣 多年后 红金宝回忆这段日子坦言 高丽红是唯一一个 我主动追求的女生 四年间 有关他们俩的留言 像长了翅膀一样 成了圈内都知道的事情 红家班一众兄弟 颇有微词 认为大哥大这样做不合适 红金宝又怎会不知道呢 她心里已经打起了离婚的算盘 只是还在等待时机 三个人的感情里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 终于先受不了的那个是曹恩玉 这样的生活中 她更像是一个透明人 1991年 红金宝前后脚 离婚 结婚 红金宝和高丽红 三十年的婚姻里 没有红过脸 婚后 高丽红退下明星光环 离开娱乐圈 当起了红太太 当年那些骂她小三的人 渐渐也忘记了 高丽红深爱着红金宝 爱屋即屋 连同孩子们一起爱着 多年来 这位大美女坚持当后妈 自己没有生孩子 二婚找到爱情的红金宝 真的能就此收心吗 那可未必 美人耻目 男人永远更爱年轻的女孩子 2012年 狗仔队拍到63岁红金宝 在横店密会21岁 北影女生的照片 越描越黑 画面感十足 不得不说 高丽红这个女人 甚至比第一任妻子 更加隐忍 大度 多年来 无论媒体怎么爆料 她也保持着 一笑置之的心态 无条件信任丈夫 如今 红金宝出入公众场合 身边依旧是妻子 高丽红陪伴左右 那些说不清 道不明的桃色往事 也随着后 红金宝的退居幕后 逐渐消亡 而那些曾经被她提携过的晚辈 赵文卓 甄子丹 吴京 依旧在发光发热 时至今日 红金宝仍然虎为不减 一呼百应 只是黄金时代指点江山 左右时局的雄心气魄 恐怕只能沦为成就的回忆了 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